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星期二和星期三在巴拿马与巴拿马政府共同主持一个讨论移民问题的部长级会议 超过20个西班球国家的资深代表也计划参与 在巴拿马期间,布林肯与巴拿马总统劳伦·蒂诺·科尔蒂索以及外长莫尼斯会晤 讨论经济复苏、移民问题、难民保护与反贪腐等议题 双方也讨论巴拿马在防止民主倒退 促进人权与因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议题上所扮演的区域领袖角色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布莱斯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表示 移民管理策略是一个区域性的战略 必须从拉丁美中内部解决非正常移民问题的根本原因 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卿布莱恩·尼克尔斯 最近在一场解冒中说 美国在西半球进行的所有对话 都会讨论区域共享价值、尊重人权、法治、民主的重要性 希望对方了解中国提供的是什么 他表示美方不是要拉美国家不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 而是要鼓励睁大双眼做事 以上是美国之音 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相的报道